5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吹风会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红 国务院研究室当组成员孙国军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有关情况 孙国军介绍,就业成为报告的高评词 39次讲到就业,可以说是首次 黄守红介绍,稳就业是今年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成就所在 稳住就业,就保住了基本名声 就业是最大的名声 黄守红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也针对当前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包括新增减税降费2.5万亿及其他税费,降低电价,网络费用等 在去年呢,我们是这个实施这个增资税改革 我们减了是2.36万亿 去年减税降费 今年,在去年的记录上,实际上今年呢 我们新增的减税降费是2.5万亿 所以减税降费以外 还有一些降低其他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这个报告里面提出来了 我们要继续降低电价 然后呢,继续推动网络降费 降费比较15嘛 在金融方面 有一系列的举措 特别是大家看 要提出 在这个五年的货币政策里提出 要创新直达企业的这种政策工具 等等 就是说呢,围绕着就是 当真理当前的这种小微企业的困难 由小微企业连带的就业的困难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黄守红说 为应对失业率提升带来的压力 报告提出要加强对失业群体的保障 目前,中国失业保险结余 和社保基金战略储备等较为充足 中国有能力兜住失业问题 我们现在失业保险基金的结余 我们现在还有4600多亿 另外 我们还有战略储备 大家都知道 至少我们社保基金战略储备 2万多亿嘛 等等 还有其他的 另外呢,这两年呢 这个国有资产 大家都知道呢 是在呢 不断地就是划波呢 充实到社保基金 另外呢 针对个别地方 有些地方困难地区 可能出现的 就是一些这个 在失业方面的 一些缺口 那么中央现在采取 这几年已经采取了 每一年呢 增加中央这个调集 提高中央调集的比例 今年可以到百分之四了 洋洋洋洋洋调集比例 今年到百分之四了 另外一个 今年呢 要实现 这个 失业保障方面的这种 省议筒策等等 就是通过这一切的措施 我们是有能力 有办法 能够把这个失业 这一块来兜住 来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